大家好,我是小芝,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會是我youtube的第一條影片 我會拍這個Q&A,因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多一點 Q&A的題目會在我之前IG的Q&A環節 去選擇一些問題出來,在這條影片回答大家 好,那我們馬上去哪 我今年是23歲,我生日是9月26日生日 我自己是天秤座 但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是有點天秤座 再加上我其他星本之後是有一點雙魚座 為什麼呢?我就是有天秤座的,猶而不決 比較好脾氣,可能不太懂得拒絕 或者是如果不喜歡這個人 可能到最後忍不住的那一刻才會爆 我相信很多天秤座都是會這樣 而為什麼我會稍微一點雙魚座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多情緒的人 我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這一點也挺像雙魚座的人 那Polar Designers是什麼呢? 其實Polar Designers就是產品設計 其實所有關於3D的東西都會關Polar Designers的 而Polar Designers所涉及的範疇也很多 例如廚具,Vaniture,小朋友的玩具 寵物用品,Watersport,Vaniture 或者是Stationary,Houseware等等 入層之不上的產品 其實都是由Polar Designers去做的 其實在工作室裡面 Polar Designers是需要 工作與工廠和工廠 因為很多時候Polar Designers是想法 或者是想它有什麼特徵 或者是有什麼設定品去賣給戶客 但是工廠的人就是會給很多 身體或者機械的意見 去令你這件產品可以產生 去成立或者形成的 所以很需要工廠的意見 而廠的廠方面就是需要大量溝通 因為你心目中想的產品和工廠 去做的那個版 是一定會有出入的 所以你經過大量溝通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令到工廠製成的版 和你心目中想的產品 可以再接近了 其實Polar Designers都會懂得 畫質上的東西 所以都是會用Photoshop 會用AI 會用Lightroom 也會用InDesign InDesign就是用來櫃檔 排版 或是Lightroom上的東西 就會用到InDesign 而3D上面的軟件 就會是Solarware和KeyShot Solarware就是建造3D KeyShot就是 讓你那個3D去編輯 意思是 可能Solarware說完一個3D 是沒有材料的 只是一個實質的立體 然後KeyShot就是 用來擺放不同質地的物料 可能是透明性 或者是布的質地 就是放這些質地 進去你的產品 然後去圖和影片 就會用到KeyShot 平時喜歡做的東西很多 包括去拍照 去不同地方打卡 去跑步 游泳 行山 我很喜歡去沙灘 因為我很喜歡游泳 因為我覺得去沙灘的時候 你看著天空有這麼大 游泳的時候 游泳都看著天空這麼大 我覺得 感覺好像自己 融入了整個世界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有同感 對 還有 因為我覺得 在沙灘看著天空的感覺 是很輕鬆的 但可能在城市裡面 看著天空的感覺 是覺得很擠迫 很匆忙 接受很快 所以我很喜歡去沙灘 而且我喜歡跟我的狗巴尼 出去玩 亦都會喜歡煮食 可能之後會拍一些煮食影片 給大家看 還有一件事我很喜歡做 但我忘了跟大家說 就是我很喜歡睡覺 我想跟我男朋友 剛剛拍拖的時候 可能是那個結尾 我就跟他在討論 那 我就自己睡著了 但我是沒有跟他說的 可能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打給我跟我說 你為什麼睡著了 我就說 我不睡著了 因為我沒有跟他說 我是一個經常性地 突然間睡著了 沒有跟對方說 或者沒有跟任何人說 之後 睡著了的人 但是我是 不會負責人放飛機的那種 所以我是超級喜歡睡覺 還有我可能生日六天 是可以睡十幾十個小時 然後睡到不醒人事 好像死了 那所以 我是一個真的很喜歡睡覺的人 我喜歡吃壽司 薄餅 然後淡的米線 因為我覺得米線的質地 是比較煙韌的 不是軟軟軟的那種 所以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防替 我喜歡吃榴槤 我喜歡吃榴槤 我喜歡吃雪糕 還有我喜歡吃我自己煮的食物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最好的雪糕 其實我也很感謝這位觀眾 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令到我會 反思很多我過去 和不同的朋友的回憶 不論開心或者不開心也好 然後我就很感恩 我人生裡面 會遇到我這位的朋友 他在我旁邊 那好吧 那我第一個 我覺得對我人生裡面 很重要的雪糕 就是Kathy 我的朋友 那這裡就會有張照片 那我和她的認識就是 因為我剛才有差不多十年了 那我和她的認識就是 中學同學 我們高中的時候 一起去修 Physics 和Result Arts 這個Elective 那可能大家考過DSE 或者正在讀DSE的朋友 都會知道 其實Result Arts 是要做很多的SPA 也會畫很多的大畫 那我和她 經常都會 用Physics課的時間 去做Visual Arts的SPA 就是因為我們 不太聽Physics課的阿水的話 我想大家 中學的時間 都會有這些 這些東西 這個是我其中的一樣 那 還有那時候她會經常 因為她跟我修的Elective一樣 那我們就會變成 好像一個盤 陪著大家去上不同的課 這樣 慢慢變成很好的朋友 還有 那時候 其實Visual Arts 是有很多SPA要做的 那我們經常都會 三點級放 就是我們就會 在VA室 自己留自己的課 去補課 去做這些SPA 就會 至少留在學校 到六七點左右 那就是這位朋友 經常 那三年裡 經常陪我去 留自己的課 去做SPA 那我覺得 很感謝她 還有 那時候 因為時間陪伴大家 久了 就會慢慢慢慢交心 就是慢慢慢慢做很好的朋友 就是我都會很感謝她 她會 她會了解到 我心底裡最深處的 不開心 或者是開心 就是我可能 現在出來社會 有什麼開心 或者是不開心 我都會第一時間 跟這個朋友說 就是 即使可能 不是整天要見面 但是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在 保證 因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而可能 很多事情 我都可以 很直接的跟她說 我不需要 經過太多的思考 或者 太多的 矛盾 究竟 說完這句話 她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不需要這樣說 因為我已經知道 這個人很了解我 有什麼事情 她都不會離開我 所以我 很感謝這個朋友 在我身邊 那 而第二個 我的樹洞 就是Jasmine 那其實 她的IG是特別的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她的IG 其實這個朋友 是我入大學的時候 所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因為那時候 我想我認識她的時候 是十七十八歲 我現在跟她認識了 也有六年 那時候我入大學 入PolyU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跟她 讀同一課的 但是我就是 在開學之前那個暑假 就跟她一起參加了 PolyU Hall的活動 而認識 但之後我就沒有住 她就要去住 那本來我以為這個朋友 沒有了 因為 其實大家可能 參加一個大學 那些 Hall的活動 都會知道 其實可能很多都是 變成high by 甚至乎 可能會追蹤了大家的IG 但不會再有任何聯絡 對不對 那我以為 我跟她的結局就是這樣 但原來不是的 就是她都會 就是她不停地找我 不停約我吃飯 那我就會覺得 這個女生不停約我吃飯 已經有點奇怪 但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 那因為可能 她都真的 跟我是朋友 那我就 接著答應她出去吃飯 那所以頭幾年 就不是很朋友 我想大概第二 第三年 我們就開始熟到現在 那這個朋友 是白完 她都給了很多 就是我有些困難 或者有些困難的時候 我一問她的意見 她就會給到很 當機立斷 或者很確實的 解決方法給我 那我就覺得這個朋友 是永遠在我旁邊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 我有什麼不開心 開心或者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跟她說 那樣 有一件好笑話的就是 我認識她 我認識她 大學的頭四年 我都是沒有IG的 或者我的IG是不貼文的 是極視的粉絲 完全不去貼文 不營運的 但是這個朋友 就是 一直去建造自己的IG 就是她經常貼文 就是我 作為一個女孩子 心裡是一件很羨慕的事情 我就 問了她 其實我應該要怎麼做 那她就不停地鼓勵我 快點去拍照吧 去做一些IG 你OK的 你去做吧 那我就 因為她的鼓勵之下 就不停去拍照 喜歡了拍照 這個興趣 所以我 今時今日 就會有這個IG 而最後 因為我的樹東 當然是我男朋友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是一個 比較多情緒的女孩子 那 所以我生活上 大大小小都會有 很多開心 很多不開心 那我男朋友 就搞識我一件事 就是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應該配合適當的行動 就是 你不開心 就是因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件事 那你這個問題 這件事 一定會有解決辦法的 那你就用這個行動 去 解決 去找一個辦法 找一個解決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就 不會再不開心了 那所以 不開心的時候 不會只是 在這個問題上 然後就停下來 你繼續不開心 要找一個解決辦法 就是她去解釋我這件事 拍YouTube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拍YouTube的原因 就是因為可能自己 建立了自己的IG一段時間 那我就覺得 可能大家在IG上面 認識我的我 是很有銜度 可能經過一張照片 經過一個故事 經過一個觀看 或者IGTV 那我覺得 這些所有東西 都是一些很表面的東西 不是一些很生活化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想 建立自己這個YouTube 去 post多一些我生活化的東西 去給大家去認識 去看 那就是希望大家所見到的我 是一個真實的我 這個是一個活靈活現 在大家的腦海裡出現的我 不知道大家明白 在YouTube的未來 就想拍一些Vlog 就是日常的Vlog 因為其實我心目上 也挺多活動 就是會想拍一些 和我隻狗Browney的 生活的日常 例如可能去霹靂 出街等等 也會想拍一些煮食的影片 因為其實有追蹤我IG的朋友 也會看過我IGTV 一些煮食的影片 那我就覺得 自己應該是開過YouTube 去放一些影片 在YouTube 而不是放在IGTV 那所以我就 希望可以透過YouTube 去多拍一些煮食的影片 給大家看 因為之前太多人問 我說為什麼你不放YouTuber 為什麼你不做YouTuber 這樣 真的很多這些request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 是要做這件事 也不會後悔 怎樣看人物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挺好的 因為會令到人反思很多事情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給大家聽我是怎麼想 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人是沒有完美的 就是試試一個完美 100%完美的人也好 也會有人喜歡和不喜歡 因為不喜歡的人 就可能到記你了 更何況你也不會是完美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管制 那些人的言論的時候 你不如索性去 掌控自己的情緒 就是管理你可以管理到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情緒 不要不開心 因為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 其實是為了攻擊你 想令到你不開心 如果你不開心 就中了那些人的計 還有它是不會對你負責任 不會令到你生活上有任何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沒有需要不開心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 是對於你任何的行為 或者動作 是會給你意見的話 我覺得給你一些實質的意見 我覺得這一群人 就不屬於hater 因為他給你任何的方向 或者意見 其實是可以幫助你成長的 那我就覺得這一群人的意見 你可以放在心裡面 或者放在腦裡面 去下次再做這件事的時候 去反思一下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去學習一下 試一下跟他們的意見去做 有機會可以令你進步 或者做得更加好 那我這條Q&A就拍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我這個Q&A 未來也希望可以拍多些Q&A給大家看 那是太多一點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youtube的第一條影片 自我介紹而已 所以我就想拍得簡短一點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給一個like 即是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還有不要忘了 要按我youtube的小鈴鐺下面 那我出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了 拜拜